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自然地理多样变化 令到生活在不同地位的中国人 感受到自然不同的丰富煮食 从南到北变化万千的精致煮食 不单提供人身体所需要的大部分热量 更影响了中国人对四季时节的感受 带给中国人丰富、健康、充满情趣的生活 山西丁村 中原最古老的村落 主父们最喜 breed宴 主父们最会制作面食 主父们最会制作面食 頂村人將加工成粉末狀的穀物都稱之為麵 穀物加工的歷史已經有一萬年了 附近曾經出土過最古老的石磨盤 至今同樣形式的石磨盤仍然在用 石磨將穀物延成粉末 再用膝隔粗粒雜質 這樣就成為麵食的原料 山西是多山小村的內陸地區 蔬菜品種少 家庭煮服務條件在腐食上多花功夫 為了提高全家人的食慾 只好在各種麵食製作手法上 變換化養 一樣麵食百樣食法 成就了餐廳的食慾 為了提高全家人的食慾 只好在各種麵食製作手法上 變換化養 為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得汉子老王 刚刚蒸好了满满一笼的黄沫沫 古老的薇纸经由老王的加工 变得十分香甜可口 在農曆的11月开始 每隔三天 老王就要踩弹车 他完成到吊卖 衰德园位于闪北幽灵沟阔地区 在今天的衰德 杂梁和小麦是餐桌上的主角 它们被闪北人变换成各种花样 火牧牧 火牧牧 三天的火牧牧 火牧牧 我客家狗大 随着在地面 我的最后车 火牧牧 火牧牧 加火牧 目睹 烤火牧 我只吃饭了 最后车 面驰 人家都无法 烤火牧 烤火就完了 起火牧牧 人家都没了 太棒了 衰德盛產梅子 黃莫莫就是用梅子麵做的饅頭 梅子又叫鼠 因為內汗 成為黃土高原最主要的農作物 八千多年前 黃河流域就開始種梅子 梅子蒸煮成飯 口感會略差 但是這個本土食物在過去 是閃不仁最家常的煮食 梅子可以分為軟硬兩種 魯莫把硬梅子和軟梅子 按7比3的比例去混合 用清水浸泡一個晚上之後 再上磨 然後要很仔細地篩一片 才可以融 大老王堅定地認為 用機器磨出來的梅子 遠遠不夠自己在石磨上 磨出來的好吃 好吃 謝謝 炒過的梅子 會散發出一種自然的清香 這個是老王最引以為傲的製作秘方 好 油好的梅子麵 要在缸裡發酵一個晚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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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的嬷嬷做得实在 人也都实在 一个买一元从来都不会还价 我不会 我不会 在一年之中最寒冷的两个月里面 老王可以卖出一万五千个黄黄黄 除了成本一个冬天 他的实际收入大约是八千元 就是这样去养大了一对子女 现在子女都搬到城里面住了 不再和土地打交道 但是老王不愿意离开 仍然住在自己的窑洞里面 吃自己种的粮食 老王知足而踏实 草莓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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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一種碳水化合物營造出來的滿足感 正是憶萬個像路網一樣 在土地上辛勤勞作的農民提供的 遼闊的中國北方 成熟的小麥決定了大地的基本色調 小麥從河西走廊傳入到中原 因為營養豐富 經過四千多年的本土演化 成為中國北方栽培面積最廣泛的農作物 這種原產於西亞的優良物種 已經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主糧 小麥麵粉 將小麥麵粉發酵之後 在特製的火坑裡酵熟 這種圓形的麵餅 含水份少 極內儲藏 是維吾爾族家庭成年必備的主食 新疆富車 居民用享受美食的方式來興賀古爾幫折 是維吾爾族人最喜歡的主食 是維吾爾族人最喜歡的主食 饅頭最早出現的時候 名字叫吹餅也叫蒸餅 是中原地區最受歡迎的主食 只有中國人的祖先從水煮食物的原理中獲得靈感 使中國成為最早用蒸氣烹飪的國家 中國的五谷始終是一個變化中的概念 大約兩千多年前 五谷的排序為 稻、鼠、織、蜜、蜜、蜀、蜀 而今天 中國糧食產量的前三名 已經變成稻谷、小麥和蜀米 但是 無論如何變化 都無法動搖 稻米在五谷中的首席地位 而稻米的儲藏 在中國的任何地方 都是頭等大事 地門 在洞雨裡的意思是 泉水之源 大家好 今晚早上 隔壁邀宅 好可憐 地柱 清水江源頭的地門村 一年中陰雨天居多 吳信玉正在自己家裡的和蜀裡取迷 在這個潮濕的環境裡 和蜀對於稻米的儲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木製吊腳雅木結構的和蜀 當地最古老的和蜀已經有三百年歷史 吳信玉在和蜀裡儲存的 是米脫殼的稻穀 這樣可以長時間保持稻米新鮮的口感 今天取的米是要當作禮物 順道村頭同族的一戶人家 在地門 生完寶寶的婦女 為孩子擺滿月的日 男家會把結婚時所預備的彩禮送到女家來 新家庭成立的儀式 才算最後完成 同族的女婦們都會挑男提扭 她們還在新美上放上雞蛋 表示對新生命誕生最誠心的祝福 米粉是貴州黎平最重要的米製品 在當地的市集上隨處可見 這裡的人最喜歡吃的是這種湯粉 細膩的湯粉配以火辣的肉湯 一天三餐都可以作為主食 將浸泡後的新鮮大米磨成米漿 在陽修下做米粉的第一步 放入漿 是對飛車 一大大廓 在冰箱上加熱 放入米漿 大火隔水蒸出 翻炸 放入米漿 放入米漿 把中央的上鮮大火隔水蒸熟 然后修传 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米粉作坊 结白鱼肉的米粉留有余温 在武器遥遥中生发着独特的导米清香 杨秀侠和丈夫配合默契 这样的每一个动作 他们都重复了无数次 经过春更、夏云、秋收和冬藏 如今超过65%的中国人食用导米 中国是全世界水稻栽培历史最早的国家 7000年前,长江流域就开始种植水稻 导米从一扎扎清脆的殃苗 吹落成为黄金导谷 配合着各地的饮食杂族 做出食法多样,口味丰富的米食品 和黎平米粉做法非常相似 是广州人最喜欢吃的一种迷制品 河粉 150年前,在广州沙河一带出现 于是,这种食物也叫做沙河粉 沙河粉更薄而透明 口感更柔韧爽滑 用沙河粉作为主食 广州人最接受的就是在这里干炒牛河 亦是对广州师傅基本功的一大测试 干炒牛河充导锅气 必须猛火快炒 炒均匀后,又要保持河粉的完整 习惯吃面的北方人眼中 这大概就是用米做的面条 一千多年前,中国以巡岭淮河一线 划分出南渡北墨的农业分布 因此造成了南方人喜欢吃米 北方人则离不开面食包点的现象 几千公里外的西岸 老城区里面的这家饭店 永远站满了等候的人 能够令爽直的关中人 这么久等候的,大概就只有玉甲磨 在西岸,磨是最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的主食 而玉甲磨,就是磨里面最经典的食法 老师,这是ators公里面熟的 鱼甲磨,是两种食物传绵的组合 八鸡磨,和纳汁肉 西安人吃的白筋磨是用火去烤製的 加入30多種不同的調味料 慢火去煮的肉軟糯、濃郁 磨的平淡更加突顯出肉的醇香 西安人曹石和朋友組成了一個 用西安方言演唱的搖滑樂隊 新兼大學教師、樂隊作詞、主唱等多種角色 他在這首描寫陝西平民美食的搖滑歌曲裡面 一連串列舉了幾十種有人的美食 歷史上的西安曾經是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 十三個王朝在這裏見到 全世界的人都會集到這裏 帶來各地不同的美食 直至今日,這裏依然是中國人煮食的天堂 拋磨也是從磨變化出來的一種西安主食 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喜好口感 撕出不同大小形狀的磨塊 對西安人來說,這舉手之路是離足享受的過程 在西北,煮食糧和湯的完美融合 除了牛羊肉泡沫之外 一定就不能漏掉蘭州牛肉麵 蘭州人的早餐是從一碗牛肉麵開始的 這個黃河川城二國的城市 有一千多家清真拉麵館 每天要消耗一百萬碗以上的牛肉麵 油韌滾燙的口感是蘭州拉麵令人讚不絕口的關鍵 一百年前,梅族人馬寶子將煮個牛羊肝湯倒入鍋中 清香泡沫的葉鍋子麵大受歡迎 牛肉湯的青乳酥是檢驗牛肉麵是否正宗的秘訣之一 一碗絕佳的牛肉拉麵應該具有湯汁清爽 蘿蔔白正, 辣油紅鹽, 香菜脆綠 麵條黃糧五個特點 馬寶子在搓麵的時候創造勝地加入了蓬灰水 使麵團更富於彈性 全部工序要靠手工操作 馬文斌是蘭州牛肉拉麵的第四代傳人 他在拉麵館裡工作了四十年 馬文斌是蘭州牛肉拉麵的第四代傳人 文字元是蘭州牛肉拉麵是蘭州牛肉拉麵寶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要求,有着天渊之别 广州人喜欢的这种细面,和兰州拉面的口感完全不同 爽脆大牙,银性十足 华南地区的广东,尽管道米一年能熟两到三季 亦都不妨碍广东人喜欢吃面 摘到,摘到,摘到 摘到这种面用的是鸭蛋 用传统的方法摘好面之后 最关键的是在于压面时的力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原来是用到今天 同样是做面,广东人用毛竹 中原人用的是改面棍 改面是中原女生成长中必须要掌握的生活技艺 为了老伴的七十大兽,为大妈一早就为现值上要吃的面做准备 中国人称这一碗叫长寿面 为什么过生日要吃面呢 面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何寿的象征呢 有一个说法是因为面的形状长而瘦,鞋阴长瘦 面条于是当仁不让地成为讲究意头的中国人 最受欢迎的生日煮食 在丁村人的寿宴上,一行必须由全村人共同圆食的仪式正在进行 吃面前,选出一条最长的寿面,放在寿星宫的碗里 要让它吃完这碗,带着全村人如意长命百岁祝福的面条 这一场寿宴才算圆满 暂西奇山人做寿也吃面 每逢老人做寿宇都吃面 其山人都会聚在一起 请来巡刊剧团搭台唱戏 这个时候,一碗热腾腾酸辣可口的其山素纸面 作为台前幕后的最佳配角 是绝不可以少的 吃素纸面最讲究的是数流水值 早上天刚刚刚 吃面的流水值就开始了 谢谢大家 家伙杨 嗨 还是 啊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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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饭,亦都是菜 这种饭菜合一的方式 在中国人的米食品中随处可见 家庆人踏实方生活一日 就是从一个个热腾腾的肉种子开始的 太湖流域的家庆 一向以天下粮仓而著称 在今天快节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正指这几千年来 一直都具有礼仪之令气质的食物 变成一种日常的主食 每年农历五月初的端午节 每年农历五月初的端午节 纪念二千三百年前 投江的私人屈圆 中国南方的家家户户都要 浸糯米、洗种叶、包种籽 刘光荣 刘光荣 这一个来家庆打工的果种师 每日会完成三千种 他平均每分钟 就可以包七种 每一种用的时间 不需要十秒钟 在这个标准化工场里 一种三十六度工序 每个工作日 会有百多万种被生产出来 这种古老的主食 呈现出另一种时代的风貌 但手工制作的魅力 依然包裹在其中 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技师 正在用手的温度 耗着传统食物的生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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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技师 轻技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此之中 在这些年轻技师 这些年轻技师 正在这些年轻技师 那些年轻技师 世世代代在這裏生活的顧阿公 今年78歲 嫁到這裏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顧阿婆 養育了四個子女 和帶大走一班孫兒子 她現在已經開始照顧家裡的第四代 年糕是寧波人興學新年的一種傳統 寧波的水磨年糕 是用當造的晚更米製造 經過浸泡 磨粉 蒸粉 中打 度米的分子得到重組 口感也得到改善 中打後的米粉團 還要在砧板上用力去油壓 一條最普通的腳板年糕就這樣成形了 以前的寧波家庭 要在新年之前 就要做好百斤的年糕 儲存在凍水裡 可以從立月一直吃到明年 下田工作 寧波人是用年糕當飯 可以節省時間 用年糕來搭配蔬菜 既可以是吃得飽煮食 又是美味的菜餅 梳子蟹 令這個原本清淡的米製品 幻化出另一種滋味 故家的廚房裡 蒸氣騰騰 飯香四天 臨近睡晚 一家人約好了 由寧波回到村裡 小朋友都已經長大成人了 有了自己的家庭 四代同堂的一家人 好像今天坐在一起的日子 一年只有難得的兩三次 公公婆婆會特別高興 在這個豐盛的餐桌上 自然就不會少出小蚊子 最喜歡吃的年糕 小朋友已經長大了 家裡做年糕的次數就越來越少 但兩個老人家 依然會沿用著 舊時年糕的傳統做法 在這裡做年糕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每到這個時候 左輪右里都會走來幫忙 當地人又青年糕叫做豚子 取其豚豚圓圓的意思 外婆將春天儲存好的藝草 混入了蒸好的米粉團裡 一中一番之間 碧綠的芦草汁 和米香混合成一體 和米香混合成一體 油打成為軟糯的青色年糕 油打成為軟糯的青色年糕 一中一番之間 碧綠的芦草汁 光ena 的米香混合成一體 有一個小木兜準備 天然會令你 誰做到的 你會有好多地 提到生日記だ 那我這樣會忘記 是一種再投資的 二十二年糕 就是一張旁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2年春节 白波和全家人一起在北京过年 由小在山西长大的白波 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北京 把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外父外母 一起接到北京的家里过春节 十年来,这个是第一次 白波有一对五岁的妈生女 大学毕业之后 作为职业摄影师的白波 整年在各地摄制组工作 吉祥如意和妈妈生活在外婆家 一年里面 也都只有在过年这么难得的日子里面 两个女儿才可以回到爸爸的身边 你们俩最爱吃什么? 鱼饶 你为什么喜欢吃什么? 太的 我吃八个 八个,你呢? 你也是八个 那你为什么不这么胖? 我们说话 为什么? 拆好的面皮中放上馅 捏成月牙形 就成了一个既简单又讲究的饺子 饺子寓意更碎胶子 无论一年过得怎么样 随直夜,全家人团圆吃饺子 是任何山珍海味 所无法替代的年终成宴 因为我们从小也是受那种 传统的家庭文化的教育 小时候我记得吃饺子 我觉得最深刻的是我奶奶 她总会去包饺子里包各种花样的东西 看着饺子在锅里煮的咕噜咕噜的那种 感觉很热闹 象征的团圆的家庭 当众多的手工食品 被放到生产线上复制 中国人 这个全世界最重视家庭观念的群体 依然在各自的屋线下 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你炸炸了个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好不好 也包酒 你们两个包好不好 中国人那种传统的家庭观念里面 是代代相承的 他们传承给我的这种东西呢 我也会传承给我的孩子 就像这种饺子 我觉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 然后他们会埋下一个种子 无论走到哪儿 无论飞得再远 他们都会想起 他的爸爸妈妈 我们能给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好的吃 这就是中国人 一辈子代代相传的一种 我相信他还是没想着 他呀 就像这一段中国人 那你把人来与着 bunch人家里面 他就是ijn子 他就是这种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断的尝试里面 寻找着转发的灵感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发 它们所打造出来的风味 以及对营养的昇华 令人叹为观止 并且形成了中华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得以一直传承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